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发展新技能,从来不缺新鲜感,有天赋还努力招人喜欢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真的是娱乐圈中运动天赋发挥最强大的一位,除了让我们惊喜的街舞、滑板、摩托车,这次听闻王一博又发展新技能了,开始打高尔夫了。 难道是因为要街拍新的剧吗? 在最近的一则视频评论区,就是街舞的导演王晨晨又开始忙着搞事情,因为感冒了,粉丝留言安慰,希望他能赶紧好了,跟王一博去打高尔夫。 他回应道,打不过。 对此,我们才发现,原来现在王一博又开始忙着学习新技能了,那就是打高尔夫了吗? 都知道在之前的节目中,王一博并不会打,这才过去没有小半年的功夫,没想到如今的他,果断选择学习这项技能了,通过王倒的话,看来成效显著,都到了打不过的程度了吗? 听起来还是挺好笑的。 都知道王一博是一个有运动天赋的人,从小喜欢体育类项目,并且也有点多动症,没事浑身上下都在活跃着。 跟王一博合作过的人,都对他赞赏有加,喜欢的事情都很执着,并且一旦喜欢上,就会很深入的了解,并且很快就能掌握其中的精髓。 我们通过节目,看到了他学习能力很强,有天赋并且还努力的人,真的会让人心生敬畏,这也是为何这么多节目大神都喜欢他的原因。 如果王一博不选择进入娱乐圈,估计在体育圈也会崭露头角,毕竟运动是有天赋的,再加上他还是一个努力的人,身上那股劲儿,自然招人喜欢。 很多人说,王一博的粉丝中,年轻人居多,纵观看下来,妈妈粉占比例是比较高的,更是因为喜欢王一博之后,很多人都开始带着自己的孩子学街舞,玩滑板,亲子关系都融洽了。 如今,王一博转型到大荧幕,更加注重沉淀自己,在拍戏的过程中,自然会有接触新技能的机会,也许不久之后,可能高尔夫打得会不错腰。 最近,王一博正在忙着拍摄《光明之路》,进度还是挺紧张的,并且之前传闻要参加巴黎时装周的计划,如今也没有了任何消息,可见王一博是真的好忙。 与此同时呢,哪怕他再低调,都挡不住如今太多人关注到了他,电影圈现在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他这里,特别是无名的成功,不俗的票房成绩,在海外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,着实让人替他开心。 紧随其后的还有《长空之王》热烈的上映,都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王一博,从演员的视角认识他,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王一博。 最后呢,还是想说,有天赋还努力的年轻人,我们不该带着太多的有色视角去对待,更多的应该是给予空间,树叶有专攻,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彩, 传递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活力,是一种正能量,应该支持跟肯定。 王一博并非是个完美的人,我们喜欢他,是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惊喜,那份活力,那份新鲜,还有一份价值的认同感,他具有话题跟热度,更具有时代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